哈喽大家早安 今天要直播分享的车总别呢 是Nessan的Tita 国外的话是叫Lateo 四门款的 然后安装的是KAT道路版的替震器 还有前面的加大别 那后面的话呢 四门的话我们好像有安装过很多台 但是没有开过直播分享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后面的话呢 这是有尾巴的是四门款的 然后后面的话呢 跟我们一样有做一个维修孔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把上座拆下来 而且从这里就能做阻力软硬的调整 这是四门的后面后车厢 那前面的话呢 跟旧款的差异在哪里 跟新款的差异是在于 第一个前面仰角不同 然后拆装的部分呢 上座舊款的话呢 就需要把这个挡板全部都拆掉 所以包含了鱼刷 鱼刷连鱼刷的杆身 还有这个上面的饰板呢 全部都要拆掉 才有办法呢 拆到是上座里面其中 还有藏了一颗螺丝 那新款的Big TIDA或i TIDA之后呢 这里就做了一个维修孔 所以就不用拆这些那么麻烦 所以这个是一代的TIDA的大概拆装的方式 那它的前面的便器上座 我们也有附 不用再拆原厂的下来 你的调整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 顺时针就会变硬 逆时针就会变软 这个是前面的软硬 从这边就可以直接做调整 所以不论是旧TIDA或者是Big TIDA 在阻尼调整上的话呢 其实都还蛮方便的 不用再拆这个试盖下来 但是呢 安装的时候呢 就需要拆这个试盖了 所以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话呢 车主的使用里程 大概11万多公里 所以这个碟盘呢 也有吃沟的现象 来令的话是还有 可是车主的话呢 就一并把它升级 所以等一下的话呢 会把它改成286的 因为它的旅圈规格呢 是15寸的 所以等一下的话 会把它改成286的加辣碟 就前面的部分 还有来令片会一起把它换掉 前面的话已经安装好了 来大概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呢 是原厂的ABS感应线 我们固定线的位置呢 就跟原厂一样 然后这个是油管固定位置 油管固定下呢 也是跟原厂的位置一样 那这个是 离载钻的位置 离载钻 主离载钻还有油管架的话 等一下前面再修固定一下 我一只手而已 没有办法用 来你前面这里用一下 这是前面的那个油管固定架 跟ABS感应线 在这个地方 这一台的话呢 车主的要求 并没有要 要降很低 维持大概原厂的车高 所以大概是30到30半左右 这是 离载钻的位置 都跟原厂一样 所以离载钻呢 就沿用原厂的规格就可以了 那个油管橡皮啊 固定在油管 固定扣的后面 比较好固定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是左前方也已经装好了 就是左前 车主的话 前一阵子有换过 下方的三脚架 因为可能是 之前是寿命也差不多了 所以就把它开放掉 这个是前面 替打 一代替打 国外教拉提尔的前面的避震器 拆装上是还蛮好拆装的 后面的话呢 跟旧替打其实差不多 跟新替打差不多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头一臂 那避震器跟它是分开的系统 后面的话 大概会维持30到30半 所以 这是我们的调整机构 调整机构在这里 这样的高度就差不多是30到30半 所以跟原 这个我们的替打系统 这一台的话呢 最高呢 也可以跟原厂一样高 最低的话 大概是 一指幅左右 这是四门的set-end的车款 防尘套 都是全罩式的防尘套 可以把桶身做全部的保护 这里也不会积水 因为如果防尘套设计不良的话 这里会准备破碎 那久之后呢 这里就会生锈 所以这个是我们全罩式的防尘套 也都是为了替打 还有一些测款呢 专门在做这个防尘套 后面的话这一台是古煞的系统 这是原厂拆下来的 原厂弹簧其实就还蛮短的 这是原厂的后面的桶身 因为车主还是住系纸基隆在 所以这里的那个桶身 锈式的状况有点严重 这个桶身应该都差不多了 大概十二年的车子 这台是零六年的 现在即使是在安装的话是在后面 这个动作呢就是在调整后面的弹簧跟避震器的桶身呢 要做出一个自由形成 让它不要弹簧预载过多 预载过多的话呢 弹簧预载过多的K值就一定不好做了 这是我们后面的后面的 后面的避震器的特殊的调整方式 也是也是这台车安装上最精髓的地方 好现在弹簧差不多刚好碰到了 那桶身的话呢 就会大概调到这样的长度 这样做起来才会让弹簧的形成 够长才会好做 这是国外是这样的 那你关注这个机器的话 再加一些关注这个机器 然后拿出来替打之类的 这是替打四门款的安装 那待会因为加大碟等一下还要安装 所以先我们先把后面安装完毕之后呢 整个都调整完毕没有问题 才会来改装前面的加大碟 如果有需要看一下这个 因为施工避震器的照片跟影片真的非常非常多 替打的车友真的很膨胀 下午的话也有一台替打那是新款的 是比个替打是小钟的车 今天这台车是一代的替打 下午的话是比个替打 很谢谢车友啊替打车友真的超级膨胀 其实也算是我们很用心在做替打这个市场 因为我们KT的公司呢 为了做替打专门买了两台 比个替打一台是NA款的 一台是涡轮版的 所以都可以让车友们做试程 为了让车友感觉的跟自己的车做起来比较相近 我们特别把我们试程车的拉杆全部都拆掉了 只有改了KT低电器啊 所以在试程上的话呢就会更客观 但非常非常欢迎啦 车友替打的车友 在在前来我们工厂里面做试程 就可以试程看看 喜欢再做考虑就好了 然后我们稍微来介绍一下KT的用料的部分 在桶芯的部分呢 桶芯的部分 里面的主女友就是IP的主女友 然后上座的轴承 这个上座的轴承呢 这一棵里面有一个上座的直推轴承啊 这一棵轴承就是日本KOYO的轴承 然后轴心里面的油风 油风里面的油风呢 就是日本NOK的油风 都是做BN 器里面的严选 零件这些都是严选 所以耐用度啦承受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可是呢老人卖瓜 所以我说好不见得有说服力 当然啦就是很建议车友们呢就来试程看看哦 TIDA呢我们也有实车可以做试程啊 还有很多的车款工厂里面都有实车可以做试程 OK 那这一台是TIDA四门款 四门款 四门款 四门款的施工的直播 那大概呃 等一下后面安装完毕之后呢 就要试车了哦 哎 龟松谢谢 龟松谢谢 OK 那今天的TIDA四门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 如果呢对TIDA的产品有兴趣 还有要做试程呢 或者是对产品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跟我们后台的小编啊 私讯给我们小编联系 那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